也不容大意特别是芳疗香果农夫妇 是因为疑似到医院才感染到Delta变异猪吗 因为当时他们曾六度到了医院 那其中有两天和秘鲁返台的祖孙 以及祖孙的邻居足迹重叠 当时秘鲁祖孙虽然是在独立诊监就诊 没有相关接触 但是他和这个祖孙的邻居 以及果农太太 他们都在同一个后诊区 研判有高度关联 但是院方目前又认为这个说法 真的太过于坚强 也怀疑很可能还有其他的感染源 因此目前芳疗医院持续停诊 还要完成大消毒 芳疗果农夫妻感染Delta变异猪 就一足迹和秘鲁返台祖孙 祖孙邻居重叠 院方第一时间澄清 祖孙是独立诊间 双方无法接触 没想到疫调再公布 发现祖孙邻居和果农太太 相隔一诊间待在同个后诊区 有可能在那个地方感染到 16日当天 祖孙邻居上午8点35分 陪同案14409急诊就医 因为胸口闷 曾前往一楼胸墙内科看诊 果农太太则是上午10点46分 同样在一楼脑神经外科看诊 空间时间重叠17分钟 诊间相隔一间 行经路线重复 恐怕有此感染 但院方认为太牵强 县府赶紧缓夹 供不可能传播途径 不是要责难 虽然他急诊门诊 看起来是不同的地方 大楼是流通 共同的药局 然后共同的在那个后诊的椅子 口罩没有戴好 或者是口罩拿下来喝水 吃东西 甚至是说摸到共同的物品 目前芳疗医院 包括厂商500多人筛检 全输阴性 祖孙邻居接触者 隔离齐满 裁检阴性 解除隔离 剩下白牌车夫妻 和果农夫妻接触者 继续隔离中 门诊三诊 也是芳疗医院副院长 因14816多次 由14734配同去看诊 因此匡列隔离 直到完成裁检 清销结束 预计先开放急诊 人员得进行第二次裁检 同时施打完第二级疫苗 资料提交卫生局 报请中央核准后 恢复营运 为了围堵疫情 芳疗三座筛检站 也超过8000人检测 筛检了8236支 在昨天以前PCR都是阴性 3号开始 兵分多路 地毯式消毒 降低传染风险 虽然疫调研判果农夫妻 感染源与祖孙邻居 疫情当前只能料敌从宽 不放过任何可能 才能彻底防堵 记者苏世伟 屏东采访报导